就是說有關這個 我們如果用偶爾的話怎麼做 OK 所以插入函數啦這個應該不難 邏輯函數嘛 裡面的if if裡面呢當然有兩種邏輯 可是對象都一樣 都是他 那兩個其中一個為true的話 就是不標準 哪兩個所以打個or 我的習慣是直接打or 因為如果你在這邊在插入 我怕這樣跳來跳去有些同學 這個會 混淆了不知道在哪裏 所以直接乾脆自己打好了 偶爾掛虎 前掛虎 這個 增加體重百分比大於 多少呢 5%以上 這是第1個 第2個怎麼做呢 一樣 就是再加一個豆點 豆點 這個 第2個條件的話 小於 負的5% 所以你打個負的5% 那如果還有第3個你就在豆點 第4個在豆點 最後記得加個瓜糊就好了 這樣 這樣應該就是 它不叫多重 它是交集或連集 OK 然後呢 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那就是 其中有一個嘛 過胖 或者過瘦 那就是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標準 所以把那個不標準打上去 這個為true的時候 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為false 那就是標準 所以那邏輯 就是我剛剛畫那個圖 按個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這個是用偶的方式喔 那後來 在另外一個地方上課的時候 同學 就問了一個不錯的問題 他說這個地方 我要用and and來做 and and怎麼做 你像說 偶 OK啊 沒有問題 那可是and的邏輯怎麼怎麼像 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個一定是這個往下 這一條線是5% 這一條線是-5% 反正就是有兩條線嘛 你可以把那個標準的兩條線畫出來 那一個是 5%以下 而且 -5%以上 而且喔 你不是 或 因為之前有同學 方向改了 用或 不行 因為或的話就超過了 或就超過了 那就全部都不標準 所以喔 就是 而且and 那所以 邏輯是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你上面這條線 往下 到這邊 往上 反正就是在這個中間 應該就標準 那往 其他 除此之外的話 那就不標準 OK應該懂那個邏輯圖吧 那 可是要怎麼去下這個邏輯 順便講一下 插入函數 其實 很多的題目 沒有 標準一定要怎麼做 就是兩種其實都做 最重要是你那個邏輯觀念要清楚 OK按確定 然後我們用and and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用and 假如用and的話呢 那一樣 判斷這個增減體重百分比 如果他怎麼樣呢 他小於 5% 小於5% 而且 這個 大於 負5%的話 好 好 那表示怎麼樣 這兩個都 為True的時候 所以那個區格剛好在中間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什麼 先標準 有沒有標準 反之 不標準 OK 應該懂那個 這個 這可能有邏輯概念 應該基本的 沒有你就再想一下 然後那做完之後我們按確定 往下填滿 結果會不會是一樣呢 放開 一模一樣 對不對 OK 所以你用 我可以啦 用and可不可以 有點像腦筋急轉彎一下 我想說這個 從這邊走可以從另外一邊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OK 所以 有時候路不是只有一條 條條 這個 道路都通羅馬 所以你怎麼走 最重要是 那個方式 你是 自己 清楚 最最重要 OK 好 那再來的話 也是一樣 把它改成 VBA 不過 當然有兩種 有這種也有這種 不過你就先用這種好了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再把這個 end的邏輯給做出來 基本上 這個偶爾的做法 也不困難 不過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在VBA裡面 跟在 Excel的那個 這個資料編輯頁上面 最大不一樣 在 VBA裡面 他不接受 就有5%這種敘述 他那個百分比不能用 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果不能用 那你只好把 這個改成 0.05 OK 所以這樣子方式啦 大家會有這個差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在雲端上一樣 我是放在那個程式碼 這個的程式碼 記得彈出啦 我是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增減體重百分比 這個答案一個 第二個 這個是sub 然後方弦在下面這個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sub 那方弦的話是下面這一段 不過我中間有多一個函數啦 這個我想之後再看好了 兩段 一個是增減體重百分比 那一個是增減體重百分比 函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邏輯 跟那個剛剛的滿像的 只是說要輸出 邏輯上面 架構上面跟剛剛很類似 for i 等於多少呢 4到13 當然你這個13這樣呢 你可以自己去偵測 然後if 什麼條件呢 其實就j籃 所以這個是 這個kj 這個是j j 這個籃 大於 0.05 或者 這邊用或 j籃 小於 負5% 我改成這樣 z 輸出到哪裡呢 l籃 不標準 反之 就是 標準 OK 那我們把它直接輸出好了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這個邏輯跟剛剛的and很像 差別是這個 偶而不太 這個本來是and 改成偶 其實這結構上差不多 OK 輸出 沒問題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要是什麼 Function的話 那一樣 插入函數 一樣這邊的話 實用者定義 增減體重百分比 那不過 我只要一個 一個就好了 所以把那個增減體重百分比給他 他會return給你 所以上下填滿 答案的話 應該是 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那只是差別就是說 反正就是互動式的 增減體重百分比 跟實用者要一個東西 要了之後呢 做邏輯判斷 最後return回去 到這邊 OK 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有關 增減體重百分比的部分 那當然 可以用if 可以用那個 if加over 或者是 if加and 等等 你 你 不要 那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谢谢大家